那么,什么是 Raptor Super Steve 呢? 它是如何以最少的拉伸膜来协助您达到最佳的包装效果呢? 我们将在以下影片为您详细解说,您好! 今天,我将会向您展示正确的方法以确保您在使用我们新一代 Raptor Super Steve 拉伸膜时,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那么,什么是 Raptor Super Steve 呢? 它是我们新一代保尺度的拉伸膜,让您以最少的拉伸膜来达到最佳的包装效果。 它可以保证最低的包装成本和确保最佳的包装性能。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比较吧! 首先,我们将会使用市场上现有的拉伸膜,和我们新一代的 Raptor Super Steve 拉伸膜, 然后以相同的旋转数量来包裹一个货盘。 经过深入的研究与开发,我们建议您使用我们的 Raptor Super Steve Extreme 级别的拉伸膜来包裹一个轻于750公斤的货盘。 当我们拉伸两个薄膜到相同的长度时,我们从测量仪器上可看到的是, Raptor Super Steve 展示了更好的加持力。 然而,当我们使用同样的力量来拉伸两个薄膜时,市场上现有的传统拉伸膜却展现了较小的加持力。 现在,让我们来衡量所使用薄膜的个别重量。 正如您所看到的,当使用相同重量的薄膜,我们的 Raptor Super Steve 将可以包裹61%更多的货盘。 当使用 Raptor Super Steve Extend 级别的拉伸膜,我们可以包裹66%更多的货盘。 而当使用 Raptor Super Steve Extend 级别的拉伸膜,我们可以包裹55%更多的货盘。 现在,我们将为您解说如何在包装和搬运过程中使用 Raptor Super Steve。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包裹的正确方法。 当我们开始包裹一个货盘时,尤其是在货盘的底部,我们应该使用最小的拉伸力。 随后,如果我们使用 Raptor Super Steve Extreme 操作原因把拉伸模式放置900mm, 然后再把拉伸膜拉伸至300mm,相等于33%的伸展。 同样的,如果我们使用 Raptor Super Steve Extend 操作原因把拉伸模式放置800mm, 然后再把拉伸膜拉伸至400mm,相等于50%的伸展。 如果我们使用 Raptor Super Steve Extend 操作原因把拉伸膜释放置700mm, 然后再把拉伸膜拉伸至500mm,相等于71%的伸展。 第二,拉伸膜的操作方式。操作员绝不能把拉伸膜倾斜摆放着。 相反的,拉伸膜应该被直立放置。 这样拉伸膜才不会那么容易损坏。 第三,尖角的位置。 当包裹着货物的尖角部位时,操作员应使用拉伸膜边缘的部分来包裹货物的尖角部位, 而不是使用拉伸膜中央的部分来包裹尖角的部位。 第四,应用类型。 在不同的需求或特殊的用途上,选择合适的拉伸膜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请记得联系。 我们已获取最好的建议。 第五,包裹方向。 当包裹货盘时,请记得以前进的方向包裹货盘。 这可以避免被绊倒和提高操作员的能界度。 最后,拉伸膜护卷套。 这个护卷套适用于纸心的端部以保护Raptor Super Steve 拉伸膜的边缘。 由此可见,您现在可以通过创新和先进的技术。 让您达到试半功倍的效果,也可以达到最佳成本节约。 并且,让您的拉伸膜达到最佳的包装效果。 还在等什么呢? 今天,就请联系。 我们已实践您的成本节约计划吧。